今天的天气形态来说 北部的朋友感觉到天气有点湿凉 因为有微弱的东北风影响 但在中南部的朋友呢 仍然是属于晴朗的天气 明天可就是小年夜了 许多朋友已经要准备返家过年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天气状况来说 到各地要注意些什么了 小年夜有局部性的阵雨或雷雨的见像出现 因为华南的水气在冬移影响而造成 时间来说的话呢 北部会在早上接近中午的时候 云层量开始增多 从中午以后到下午的时候 伴随着就会有些短暂震雨出现 而在中部以南的话呢 会是在小年夜的下午到晚上的时候 伴随着会有些震雨或雷雨的状况呢 不过天气形态来说呢 这高山旅游活动要特别注意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夜晚温度在零度以下 穿着方面要保暖 那如果你是到海边活动的朋友呢 近海的风浪是比较偏大的 风浪的部分约是在中浪到大浪 所以呢海边风浪大 钓鱼的朋友要注意 那你如果往北走 天气是属于一个湿而凉的天气 但你如果到往南走的话 天气晴朗之下中午舒适 日夜温差大 但是清晨的部分 会有些局部性的雾 后天的除夕夜 当天的话呢 北部地区仍然湿凉 在中部以南来说 都是属于干满的天气 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我们先注意到 华南的水汽带 正在逐渐的由西往东的方向移动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 北部的朋友感受上云量多 就是受到了这些云层的影响 但在明天呢 西北地区的高压 将要逐渐的南下了 带进来一些微弱的东北风 加上华南的水汽带的东移之下 伴随着会有局部性的雷雨 或争雨的现象出现 时间就在明天小年夜这一天 小年夜的晚上的时候呢 整个封面带逐渐的往南的方向移动 而到了除夕的当天的时候 封面逐渐的离开 水气量减少 中部以南天气转晴 但是呢 在除夕一直到初三的时候呢 整个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都是属于一点湿而凉的天气 那中南部的天气都是属于晴朗 小丁您两件事情要提醒 第一个西部外岛夜晚有误 出门行车方面要特别注意 还有明天外出活动的话 小年夜有点短暂雨 记得要攜带语句